大家好 我是天天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 关于菲律宾回国的买机票的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 当然这个有意思 并不是一个劫大欢喜的事 就是一个很 怎么说呢 很操大的一个事 为什么讲这个呢 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 应该给更多人提个醒 因为买机票这个事情 现在机票装贵 花了好几万块钱 你买机票 结果发现最后也没能回去 折腾 给你折腾一个半次 在过程中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警醒的 因为它不仅仅是骗子 骗你笔钱 不用折腾你的事 这是不但骗你的钱 还要折腾你 这是这么一个事 当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非常简单 现在在海外的华人 基本上都能琢磨过来这事 就是你回家的事 很折腾人 你想回国是很折腾的 就是说五个一熔断 包括以前的14天的小飞机的健康码 包括现在的核酸检的证明 五天又改三天的这样证明的东西 其实是给很多人回家造成一定的困难 特别是航班的事情 因为航班少 需求量大 市场供需不平衡 加上健康码 现在核酸检测证明这个事 其实催生了很多 其实还有很多漏洞 所以催生了很多人可以去证这方面的不易之财 今天讲这个事 其实就是从这上隐身出来的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机票的人越来越谨慎 对吧 因为大集团会先扔出去了 打个水漂 谁也承受不了 骗了也知道 骗你钱不容易了 肯定要耍出各种花招 先骗去你的信任 再把你钱扔到手 所以才会出现 我马上讲这个事 这个事的时间点 发生在821号 泰国微小航空 就是这个微小航空 这个航班的具体路线 是从马尼拉飞曼谷 然后再飞重庆 其实这个航班 其实只能坐120多个人 120多个座位 但是机票卖出200多张 超售了80多张 其实这个 一开始大家以为 可能是因为代理商的原因 代理商代理的人太多了 一线二级三级 甚至一些潜艇教练都在卖 潜艇教练也在卖 然后所以可能叠加了很多票 造成超售 但是后来一看 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这可能是一个 有组织的超售的行为 说这是一个有组织超售行为 就是说后来通过这些 这些被骗的人反馈 就是说当时买机票的时候 他们发现 有些人是被分到了一个大群里面 大概120多人 那么有一拨人被分到80多人的群里面 为了让80多 其实这80多人 其实一开始就是被骗的 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 但是为了让80多人相信 航班是可以的 OK可以飞的 不是骗的 情况下 代理总代还让80多人 去做了一次核酸检测 但是不是免费的 每人人均1500人民币 听说 然后而且80多人的检测 和120多人的检测 是分开做的 那80多人是在 马尼拉的红十字医院 然后这80多人 那是去的 马尼拉外边的一个城市 圣图卡斯那边去做的 去做的 做完之后 反正80多人没上飞机 最关键是80多人没上飞机 然后 就说炒卖了 就说炒卖了 炒卖的这些人肯定不干 但是最诡异的事情就来了 最诡异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80多人肯定上不了飞机 就会闹对吧 那么闹的时候还没等他们闹 他们80多人群就被解散了 解散了之后 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个短信 就是说 说这是他们直接到民航总局去投诉的 这么一个短信 关键这80多人 这80多人没上飞机的事刚刚发生 然后就收到了投诉短信 可见这个事情 应该是一个早就已经预谋好的一个事 对吧 然后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很多人猜测 还是航空公司或者代理商先圈钱 先圈钱 然后再说谈赔偿的事 反正赔偿的路程 这个道路很漫长 但是收这么一笔钱 吸收这么一笔款 就基本上航空公司也好 还是带你上也好 这些码能活很长时间 所以从这个事情上真的是不得不感叹 现在为了多坑一点钱 对吧 然后手段越来越高明 先开始正常给你出票 出票以后 但是你还不知道你超售的情况下 你可能有一些隐忧或者担忧什么的 然后让你去做个核酸安定你一下 最后等你想到事 这上部的飞机想到事的时候 你又能马上收到短信 告诉你民航总局 已经接到你们的投诉了 这个事情在处理当中 一步一步的买这帮人套进去真是很高明 毕竟他们买的机票 我听说在一万八到两万之间 这八十多个人 对吧一百五六十万 就这么打水漂了 对吧 尽管说可能最后能把这钱拿到 对吧 但是其实耽误的还是他们自己回国的这么一个行程 但是谁他妈的设计成这样的这个事 其实也就不明说了 对不对 反正是真是做到了没有困难 也要制造回家困难的这么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就就着这事儿 再说说其实被困难的菲律宾这些人 现在一般都怎么生活 那么其实大概可以分为几类 第一类就是人家本身来了菲律宾很多年 一直在这边做零售进出口或者餐饮 那么现在随着马尼拉解禁 很多地方的解禁 其实这些人的生意也逐步的 就咱们怎么说 死人放屁有火 就是见火 就是开始能恢复一些了 那么第二种 就是可能来这边可能做旅游生意 或者是在这边玩 结果被迫困难这些人怎么办 对吧 那这些人现在没办法 就是很多人要么就是靠国内的一个阶级 那么也很多人都从旅游业转成了餐饮 对吧 就是现在菲律宾有一特别尼无一的东西 叫做Food Panda 就跟美团是一样的 但是Food Panda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只收美单手续费的30% 美单销售额的30% 所以现在很多被困难这边的人 就是以前比如说做民宿的 把民宿现在改上餐厅的 然后改买吃的 比如说以前做前店的 把前店也改成餐厅了 所以突然一下发现很多岛上的中餐厅特别火爆 特别多 不是说生意火爆 就是特别多 因为其实中餐在菲律宾来说 在很多菲律人眼里 就是很贵很牛逼 很好吃的一个地方 但是一般不是菲律宾不是消费不起吗 所以这些被迫困难的事人都改成了 在这边开始做中餐了 这是现在特别多的一个现象 那是有一些可能做一些小超市 或者从国内倒腾一些东西 在这边批发零食可能来做这些东西 那么更牛逼的我见过 甚至花了十多万个钱 从国内买了一个月饼机 就是酥皮鸡 类似这样的东西 然后在这边开始转行 开始做了食品加工业了 这个转型特别大 我真是震撼到了 我觉得一个疫情真的是给很多人的生活 包括从从事的行业中带了很大的改变 那么第三一类人 他就对吧 用我们话说就是属于什么反什么的 什么这些人 反什么的集团 就这些人 然后他本身就在这边常住 其实生活怎么样变化 对他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很多这些人 其实都是卷着钱来的 他在这边的本身可能就包了一些地 租一些地 做一些盖一些公寓 或者盖一些小别墅进行出租 所以他顶多是现在收入受影响 但是对他生活根本没有影响 而且他根本压根不想回国 对不对 因为他讨厌回国这个事情 对吧 因为他在他心里可能那个国已经根本不是国 他可能已经有新的这种的想法跟家园 对吧 所以对他们影响是不大的 那么最后一类 就是被胁迫留在菲律宾的 因为这个你有很多朋友找我 就是不产业的找我 说问护照被扣了 被公司扣了 怎么回去 这个其实跟他们都聊过 对吧 你要真要想回去 要不然你就交给公司交钱 拿回你的护照 对吧 要不然那就是要去办一个旅游证 就是到大使馆预约办一个旅游证 然后想办法再回 那至于说有好几位同志都说 我们的人生都被闲置自由了 怎么办 这个我也真是爱莫能助 对吧 爱莫能助 因为我也不在马尼拉 对吧 我也不是公益组织 能给你掏这么多钱 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我只能是解决你们提出来的 一些我知道的问题 对吧 因为但是无论怎么说 我希望所有的事情 还都是能和平解决的 不要出现任何的这种的 这种的没必要的 这种流血的事件 或者血腥的事件 对吧 说句不好听的话 我要最后在警察局的马桶里头 找到你的石块 在菲律宾的 在菲律宾的警察局的马桶里找你石块 基本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希望被胁迫的这些人还是尽量能用 最起码要保住自己的生命的这种办法 先去问题 最可笑的是一个国内的朋友居然问我 他现在就要来菲律宾参加波彩行业 真是给我吓坏了 我说先不管这波彩行业 是不是你去的公司怎么样 我就说现在来菲律宾这个事情 现在这边的入境的问题 就是很大的问题 对吧 我希望他还是能冷静冷静 不要一拍脑袋下来 无论是不是说传说中的 你公司答应你 你卖出100万的筹码 你拿5万提成这个事 咱就实话实说 现在冲这个疫情 你到菲律宾也入不了境 所以没必要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 大家还都是按照自己的 尽量稳妥的方法去生活 被困在菲律宾的人 如果真的能转型成功 对吧 从一个旅游业转到餐饮业 我觉得也可以 也可以 毕竟能先生存下去 对吧 但是真心的希望 就是说这些在菲律宾的人 回国也好 不回国也好 尽量的少跳一些坑 少受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特别是尽量 就是擦亮自己的眼睛 不要被坑 好了 我是天天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因为我他们也挺惨的